中间吧 这一套呢是以祖母绿为主的珠宝 那基本上呢像项链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是低中海伊甸园的系列 所以它的大家有看到可能左右比较不对称啊 然后有一些很同趣的几颗图案 它并不像一般就是祖母绿的珠宝 它会比较知识化比较规矩 它反而是用比较童趣或规则的设计去突破它 可能会比较成熟的感觉 最钟爱的也是古壁系列 那我们这一次呢 其实刚刚戴的那条项链有八枚古壁 分别是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埃及、土尼西亚跟瓜地马拉 这五个国家的古壁 而且横跨四五个世纪 那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古壁那种历史 然后它蕴含的故事 有的时候反而就是本身就很吸引人 对那那一系列也是我最钟爱的 就是典藏的古壁系列 就是珠宝我觉得它不仅仅是高价值 它其实也蕴含了非常精细的 然后有历史感的工艺 那如果你买来送人或人家送给你 那必定是非常非常情深义重的表示 对所以我自己也有收过 比如说经纪人啊 另一半啊送的在特定节日或者是岁数 一个很别具意义的礼物 所以我也一直很珍惜 那其中也包含了就是古壁系列 不单单只是在大的 它的价钱其实在于它的价值 因为可能结合了非常多代老师傅的手工艺 然后也包含了珠宝本身 可能它自己的故事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很像来看一个艺术展 即将去宣传自己的电影 但是就日期还没定 那紧接着也快要开始 意大利这个国家 它有很多东西非常的raw 就是那种很原始 然后很健美 然后它也不怕让你知道 然后有一点天享乐主意 然后它的珠宝像 旧伯格尔这个台子 其实非常注重财宝文化 也就是它的颜色不会低调 然后大自然中你可以看得到的花草虫 树木可能都是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 然后再包含就是意大利这个国家 本身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所以你可能也看到 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古罗马 石旗啊希腊童话里面那些蛇形图案 然后比如说以前的卡拉卡拉大浴场的那种 集合图案的地砖 甚至到现在的罗马市 它的地砖上还有另外一种图案 也是很常看到他们 在他们的珠宝设计里面看到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把大自然还有它本身国家城市的历史都就是注入了它的珠宝设计里面 这让它非常迷人 我记得我拿到我的第一枚古币戒指是在我结婚的时候 对所以这个故事有点就觉得 哇 结婚块跟结婚战戒一样重要 对 我的经纪人 对对对所以就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蛮喜欢古币戏 对我来说我有很实际的跟他说你 就是结婚战戒就够了 嗯 对对对 你就这么轻易饶过他吗 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做的东西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珠宝是 嗯 对我来说还蛮贵重的 他可以就是除了结婚中的重要的一个仪式 接下来可能就是 比如说传家 然后 对也许 对于重要的 三十四十周年 或者是成年礼 不是我的成年礼 对就是很重要的 嗯 一个日子的话 我觉得 我就会考虑收藏 很珍重 但 但不会就是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去人家去人家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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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